大家想不想要這一盒這麼精美的彩妝盒呢? 如果想的就記得留意整條影片 那你就會知道怎樣玩遊戲可以贏到這個彩妝盒的啦! 好,我們又開始化另一個外妝了 先用這個Honey Doom Up的primer打底 好,這個其實也挺可愛,因為也挺漂亮 金色,它裡面有一些金色的一塊塊,其實是金袋的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好像...真的好像蜜糖一樣,真的很髒 是啊,而且它最主要的功效可以幫助我們的皮膚做保濕 還有光澤的效果 哦,也挺舒服的 即是一個primer的? 是啊,它其實是一個精華加primer的衣合 比較方便一點 哦... 那也是讓妝可以比較貼一點 比較貼一點啦,還有更加光澤 都很舒服 現在試這個妝就是一個閃一點的眼妝 靈感來自於我的新歌 其中一首新歌叫Diamond Cat Diamond Cat當然要閃一點和亮一點 有party的感覺,又要開心 也很女生的 我平時也少化一些粉紅色的妝 我們會用一個帶閃的眼影打底膏 哦 其實是一個cream shadow 我們畫呢 主要是加上雙眼皮的畫 有時候如果我們上眼妝的持久度和起色度更高的時候 可以配合不同顏色 首先我們決定畫了那個範圍 然後用手指 對 對 所以都是主要在眼皮的主要位置 對 畫了它 這個是叫什麼顏色? 就是香檳的啡色 對 橘色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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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很紫 我覺得下面也很適合 有一點點亮 有一點點角色 其實可不可以直接這樣塗在手指上 因為如果是塗在手指上 所以你大部分的產品都留在手指上 對 那就可能這樣 對 反而是最快 還有做到最好的效果 OK 我很喜歡這個效果 有了很淺色的 不過會加了一些立體感 因為它有一點點像metallic的顏色和效果 對 然後是否用手指去鬆開 對 鬆開一點點就可以了 之後我們就可以再上 這個閃粉感 OK 之後我們就會塗這個 對 其實這個有什麼特別呢? 它本身是不只放眼 嗯 Face Body 甚至頭髮都可以塗 為什麼呢? 它其實是一個酒珠式的閃粉 有時候我們塗閃粉的時候 很容易會掉下來 還有有時候我們去拿那個閃粉的時候 是很不方便 但是它這個酒珠形式 你直接畫上你想要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了 OK 我們在這個位置 上去 OK 很幼細的閃粉 這樣就完成了 OK 然後我可以塗這個 我覺得閃粉有一點點 炭 是不是這個不重要 它有一個偏 黑一點點的啡色 咦 挺自然的 好漂亮 這個妝真的 很精神 可以不用很濃 但也有那種 晚上去街 或者去喝東西 濕烤的感覺 這個妝 我們可以塗多一點點在前面 對 我們會更加少少眼頭的highlight 其實更加有放大的效果 嗯 好可愛 好可愛 很幼細 真的不會很誇張 那些 整個眼睛都是閃亮的 那些妝 而且很光斂 又不會弄得很足夠 繼續試試用這個 人體工學的眼線筆 真的好可愛 真的很可愛 很省力 很省力 用這個眼線筆 很省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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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開心這個是拿出來的 先加一點 然後我們可以用一個 很漂亮 用這個推放鬆一點 比起碳 差不多可以貼這個更硬一點 更硬 其實貼得好很多是要很多功夫 而且要很表心 完成了眼妝的部分 之後我們可以用這個妝膜加少許桃粉 OK 桃粉 粉紅色的我比較少用 是不是真的要用? 是的 我都很想吃 它是粉紅粉紅的 吹枝的臉 還有是少一星即可飛上天 赤色時間為再見 我已經忘記了這歌詞了 我很喜歡看的 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對 這個粉紅色很漂亮 而且這個粉紅色很合襯 這個粉紅色很合襯 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屬於自己的粉紅色 這個粉紅色真的很漂亮 好像糖的 真的很好吃 吃了它的感覺 但我知道其實是這兩種顏色 這個其實是一個超級深的紫色 對 不夠的時候我們可以逐一逐一再加 我試一下 然後你把粉紅色調色深一點 然後你把粉紅色的粉紅色 就會好像暗了一點的粉紅色 嗯 那給別人有感覺 它就會 粉紅色得來 它會轉移了一些 可能感覺 很螢光 很刺激 其實加一些深色一點 它就更加容易carry 哦 對 有時候我都不敢單擦一些 即是太 嗯 譬如是大螢光色的唇膏色 暗了又真的 好像看上去比較順眼 一點 再自然一點 搞定了 大家請記得支持我的新歌 Diamond Cat 和這個粉紅色的妝 這個粉紅色的妝 I'm gonna hear it 我以為你們好,加了一切 我會自我選擇 代表這次的粉紅色 我會自我表達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不容用多二話 做我沒有黑白 I do what i want 再拒絕再挖 Don't you know I like to swing on swings Don't get confused O that I'm in the swings 走去啦 就去啦 不妙再聽大話 逼我分析大麻 I am a diamond cat